環保署署長週四宣布 有條件批准土托署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發展的環評申請 不過土托署仍須要向環保署提交文件 修改公屋發展部局的設計 以符合環支會提出保育在發展區內0.4公頃臨地的要求 這一幅32公頃的粉嶺高球場用地將於今年9月收回 政府預計會用其中四分之一來蓋公屋 不過相關計劃的環評報告去年一度被暫緩通過 直到上星期三環支會才開綠燈 認為土托署提交的資料中涉及著料、飛鵝調查、保重樹木計劃 及水文分析的項目大致符合要求